报道称 据透露 台军本来规划以所谓的坚敌70%为目标 采购岸防巡航导弹系统CDCM 但上报蔡英文后 蔡英文要求再提高 于是台军又加购数量 总价达到约800亿元新台币 至于采购岸防巡航导弹系统后 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的雄二雄三反舰导弹何去何从 报道援引台军官员说法声称 雄风照做不会停产 对此有岛内网民痛批民进党当局 拼命掏空台湾 有人大呼 别浪费民知名高 两岸和平才是良方 另外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27号在脸书上发文强调 8月份是所谓安全合作月 并发出台湾飞行员接受美军空中加油训练的图片 此外也提及台湾从美国采购的军事武器 其中包括新购买的F-16V战机以及两栖突击车等 而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在国民党智库26号举办的一场线赏论坛上 对于台湾若受到大陆的军事攻击 美国会否援救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前主任何瑞恩称 如果两岸发生冲突 多数美国民众对美国派兵参战持保留态度 此外他还提到 美国与中国大陆关系恶化 反而对台湾不利 台湾中时新闻网26号发表评论称 这话对民进党当局来说 不施为以当头棒喝 此前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就曾表示 大陆的攻台战略就是首战集中战 一旦发生战争 就要在很短时间内打完 让台湾没机会等美军来支持 且现在美军根本就不可能来 马英九的言论引来民进党当局上下围剿 甚至还有所谓的独派人士联署 要停止马英九卸任礼遇 对此国民党及民代郑正前表示 对于两岸政策不一样意见 就检讨卸任礼遇 这不太适当 相信马英九的意见是戳到民进党痛处 也让很多民众心里有所感 才会引来围剿 可遏